人物传记电影《邓小平小道》 近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 赵石 张批民 明镇江 尹红等业界领导和专家学者 以及影片编剧《王兴东》进行了深入交流 电影《邓小平小道》 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江西南昌生活期间的故事 观影之后 赵石 明镇江 尹红等专家学者 对该片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称赞有加 我的今年就两条 以时不怕 而是裸冠 是一部以小见大 以情感人 以民为本的描写伟人的作品 也是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 特别是在表现说叫领袖人物的电影创作上 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一部优秀影片 编剧好 导演好 主演好 我觉得如期的表演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度 达到了一个境界 是有历史意义 也有艺术感人力的作品 特别好的是说他在传记人物 领袖人物传记片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研讨会上 编剧王兴东还分享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我呢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亲历者 又是个创作者 我满怀深情地写这个 每次写的时候也是掉眼泪的 看这个片子 你就能真正地理解小平东子为什么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爱到我的祖国和人民 谢谢大家